大家好 歡迎收看明鏡電視今天大新聞 現在時間是中國時間2019年10月1號 也是中共的這個見證70年的現在正在進行當中的中共的國慶 那麼現在我們今天要和大家聊四個題目 首先我把題目跟大家介紹一下 首先我們就來聊聊這個中共的見證70年 現在習近平即將馬上 因為在我們節目播出的時候 距離習近平的大閱兵只有大概一個小時的時間 那麼也就是說我們現在要看看 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習近平 他的初心是不是他的初心 他這個舉動是不是他的初心 那麼同時大閱兵又可以給他帶來什麼 這是我們今天第一個題目 再來看第二題目 我們轉到華爾街中企會被摘排這個消息 最早應該說是彭博社報導的 那麼現在納瓦羅已經是出面進行的闢謠 那麼說沒有這回事 而且美國財政部也發表了同樣的信息 那麼現在我們看川普和習近平會不會達成一個臨時協議 那麼第三個題目再來看看 當然和第二題目有些關係 也就是說現在這個川普的這個彈劾案越鬧越大 而且這個民調顯示支持彈劾的這個民調的這個占比是越來越高 那麼這個彈劾案未來會發生什麼 那麼同樣的我們也會聯想到和中共的這個貿易戰貿易協議 是不是會因為川普的這個被彈劾 受到了這個所謂這個臨時性的協議 不完美的協議呢 就可以得到川普的這種接受呢 這是第三個題目 第四個題目再來看看 李嘉誠有最新的消息說 李嘉誠已經拒絕接受 這個受邀去北京參加這個中共建政70周年的這個國慶觀禮 這些活動啊 同時這個因為個人原因呢 沒有前去的還包括這個吳光正啊 也就是鮑玉剛的這個女婿 那麼我們看到呢 現在李嘉誠當然呢 應該說他是有意為之不去 同時呢 在這個包括新鴻基啊等等 這些地產商們紛紛捐地的同時呢 李嘉誠表示我不捐 也就是說他對習近平是採取了一種 不采的這樣一種態度 那麼這樣一來 那麼香港的這個精英治港啊 是不是面臨結束 那麼如果說這個精英治港結束 又意味著今後會發生什麼 這是我們今天的四個題目 接下來請出今天的另外兩位嘉賓 一位呢 是人在亞特蘭大的這個南卡的 艾肯商學院的謝田教授 謝教授你好 安華你好 各位聽眾觀眾大家好 嗯 還有一位呢 是人在紐約明鏡演播室的 鄭旭光先生啊 他是經濟學家 同時呢 也是我們的這個時事評論員 旭光你好 安華好 各位觀眾好 好的我們接下來呢 就要轉入今天的第一個話題 那麼在節目開始之前呢 要給大家強調一下 我們這是一檔的辯論性的節目 實質辯論性的節目 不是一檔的這個單純的訪談性的節目 所以我們嘉賓之間 在節目當中可能有意見的不同 甚至呢有可能比較激烈的這種 意見的這種交鋒 那麼首先我們來聊聊第一個話題 建政的這個70年的這個中共 我們現在看到的一系列的這個動作 習近平呢 頒了這個所謂的這個 共和國勳章啊等等 那麼同時呢 在昨天又去了這個毛澤東紀念堂 去進行了参拜 那麼在我們節目播出的這個 稍後呢 這個中共的這個70周年的大閱兵 就即將展開 那麼站在天安門城樓上的這個 這個習近平是他的這個初心嗎 我們就要問這麼一個問題 同時大閱兵又可以給他帶來什麼 那麼有關這個話題呢 首先請謝田教授先發表您的觀點 首先我想這個這次大閱兵呢 是對習近平來說恐怕不是他的初心 因為從這個對他來說這個時機上呢 可能確實不是很好的 也很好的一個時機 這個時機好像有點錯誤 並且你看我們看到就是說以往這個中共那個65年啊 或以前大閱兵的時候 或者紀念的時候呢 都是大肆的那個宣傳 其實早的鋪墊 就是早早的有各種各樣 就是鋪天蓋地的報導啊 就是報導這個閱兵啊 比如說閱兵這些部隊的準備 各種各樣準備 今天這次呢好像沒有 就給人感覺好像就是倉促上陣 就是幾乎在最後大概一星期左右 一兩個星期才看到有一些零星的報導 所以看來他不是他特別想要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 當然他也不能不做 因為這是中國人的傳統嘛 就是逢五逢十 如果70年不做的話呢 對外界來說 那是個更大更嚴重的更嚴峻的信號 所以呢 他一定要做也不得不做 所以他不是他的初心 但是他也沒有什麼辦法 那當然我們看到好像 就是說這次好像幾乎沒有什麼外賓 就是請來的人 對 比如說沒有人捧場 那就是中共基本上是自娛自樂一樣的 我覺得現在就是說這個中共 當然了這個為什麼沒有 我認為習近平沒有什麼心思去做這個東西 並且現在這個實際也特別不合適呢 是因為中國國內國外 就是說各種各樣的那個錯綜複雜的勢力 和那個形勢非常嚴峻 他沒有這個心情的一個關係 首先我想最大的問題 一個是這個 當然在背後的呢 就是中國經濟的衰退 下滑衰退 這個跟美國這個貿易戰直接相關 這個已經導致中國經濟呢 出現那個我認為是大幅度的衰退 不是中共所謂的什麼 你認為是大幅度的衰退 對 估計很可能是百分之負的那個衰退進入可能 甚至相當高度 高度衰退了 那衰退的原因呢 當然跟這個貿易戰直接相關 但是在這個貿易戰現在看來呢 打了一年半的時間呢 也沒有任何解決的希望 美國這方面基本上是 我們可以談 可以繼續談 但是一邊談 關稅呢 照搬不悟 照樣施加 並且那個現在可能已經讓中國 失去了至少幾百億美元了 幾百億美元的那個關稅的那個收入 就是支出了 增加了關稅的支出 那現在看來還是沒有這個任何突破 雖然這個川普這次好像給了習近平說 你們說你們要清70週年嘛 我們就把本來10月1號 就是10月1號馬上就要施加的關稅 再推遲兩星期 但是你看來這個推遲的也是很勉強 或者讓它就是說 給點面子 小面子 畢竟面子不大 這是最關鍵的事 我想最大的問題呢 實際上是中共內部的矛盾激烈鬥爭內鬥 非常嚴重 實際上全中國老百姓的反對反抗 我覺得已經快到這個臨界點了 就是說習近平肯定是知道這一點的 所以你看他 我就覺得發現有個小細節 他好像給一個那個叫申紀蘭 是吧 對 申紀蘭 第一個 授勳的第一人 授勳第一人 給他這個女的就是農村婦女 好像每次都投票 每次都跟著中共投票 永遠是投贊成票 贊成票 對 贊成打倒鄧小平 也贊成恢復東小平 但是你看出來這種拍馬屁的也好 或這種走狗式的這種代表的話 習近平自己也不待接 我看到一個細節就是他給他發獎的時候 發完以後都沒有一種一般來說 或者你說應該舉手 握手 或者像智鶴都沒有 其實可能掛完獎牌以後就揮著手讓他下去那種感覺 幾乎就是那種感覺 對對對 他是有區別的 他對有些人是雙手 比如說握著雙手 有些人就是很冷淡的 反正握一下手 事意轉過來一起合給人 然後你就趕緊下去吧 就這種感覺 他很明顯 很明顯的 對 對 畢竟他對有些人的話 他真正對中國 對國家或對人民有點利益 比方說那種科技人員的話 他可能覺得蠻好的 所以這個就是說他習近平這種有點性情忠之人 這個樣子也顯示出來了 但我想現在看來那個中共最大的問題 現在除了貿易戰和美國經濟問題 經濟和美國貿易戰問題 最大的現在看來就是香港的問題 香港我們想香港這些集會、遊行 在29號的遊行 就是說全球實際上是全球有60多個城市的 同時在香港中共舉行11慶祝的時候 在反對 撐香港 反集權 他們把中共叫做赤納粹 Chinese 把中國納粹放在一起叫赤納粹 所以這種全球連線抗共集權 全球反集權 驅除共產黨 天滅中共 這些口號我覺得這個實際上 已經掀起了一個反共的浪潮 這些習近平不會不知道 他當時不是派了王岐山去摸底嗎 那現在就是說 並且我覺得這個實際上是 中共最擔心的時候 最讓他們沒有心情去慶祝的時候 並且現在看來這個警察 香港警察我們知道 他實際上據說現在那個警察 都是在北京訓練出來的很多 出來以後都是非常凶狠的 跟中共的那個 中國大陸的警察一模一樣的 很殘暴的 很凶人的 凶殘的 那實際上香港原來的警察 原來都是在英國 在蘇格蘭訓練 但原來是成為世界第一的 就是比較友善的那種 現在完全是另外一種 所以香港人現在喊出口號就是 他們說你那個 If you burn, you burn with us 就是說你要 這就基本上你中共把香港毀的話呢 我們要把你給一起 基本上就一起撤去 攬抄 玉石俱焚 那您認為就是現在他這個大閱兵啊 對他能有什麼好處或者說帶來什麼東西 對習近平 幾乎沒有 因為你說他展示那些先進武器呢 他都是矛盾的心理 他願意展示一些先進的武器 但是展示多的話呢 實際上更讓外界 第一知道認為中共是偷來的技術 或者並且增強了 增強了中共對自由世界的威脅 這樣一個形象 所以他就想閱兵 想展示 可能又不真正希望展示 那現在看來內外交困 各種各樣的就是說 我想最多是民心的問題 民心、民間、香港 再加上經濟 他實際上對他來說沒有任何的那個 幾乎沒有任何好處 有人說可能會用他來作為一種 加強他對這個政局局勢的控制 打擊 我覺得連這個好處的話可能都非常非常之小 因為他這個作為一種 實際上只是作為一種 七十年逢五逢十必須大慶的一種過場 所以對他來說真是一個沒有任何意義 就是說也沒有任何面子 也沒有任何實質幫助的這麼一個過場而已 好 那麼旭光你怎麼看 這個國慶大閱兵是不是這個有什麼用 我覺得還是蠻有用的 蠻有用的 耀武揚威嘛 這是中國古話啊 習近平呢也蠻有這個傳統作風的啊 有這個王者之氣也有霸者之氣啊 王霸之道雜臣的一個人 他這個耀武揚威主要是面向兩個方向 一個是這個國內 一個是周邊啊 周邊的這小國家啊 另外一個呢是面向這個國內 國內的民眾黨內 當然我認為核心的是面向黨內啊 嗯 這個習近平喜歡在開會前搞閱兵啊 上次是在諸日和尚搞了一次 嗯 這個十九大之前 那是個演習是吧 這個呢應該是 四中全會吧 十九屆 對四中全會 四中全會 這個月要開嘛 開之前剛好有一個閱兵啊 有個閱兵借這個大閱兵呢 整個北京再整理一遍啊 清一清吧 阶級敵人都都查一查是吧 安保再提一提 等這些這個中央委員來到北京的時候有一個很好的氣氛 給他 很速殺的氣氛 很清潔的 很clean的氣氛啊 讓他們感受到那 對 干擾到那種 習中央的這種威懾啊 呃 閱兵呢當然也提振一下信心是吧 呃 經濟面不好 經濟面對中共來講 它一直是一個外圍的東西啊 就像一個蛋糕一樣 它是外面的奶油這一塊 這個中共統治從來不指望靠經濟好來統治 他從來不靠這個的 你想習近平他本身 呃 他是毛的這個衣博啊 繼承者 雖然是習中勳的兒子 但是毛澤東的精神傳人 毛澤東自詩是這個秦始皇加馬克思嘛 啊秦始皇加馬克思 對 那 那他這個說秦始皇加馬克思的時候 他還有一些那個 呃 說馬克思他還有一些深遠的行而上學追求 我看那個習近平也也不咋提啊 嗯 他是做 那麼他做的中間呢 我看是像斯大林和這個 嗯 斯大林和秦始皇啊 嗯 他沒什麼理論上的這個興趣 這毛澤東 當年說這個秦始皇坑了460個儒 啊 我們坑了4萬6千個儒 對 嗯 所以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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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家的道路呢 實際上 他就是不要讓你富裕啊 就是要利出一孔啊 呃 這個 所有人饑餓那才向中央靠攏呢 向資源分配也靠攏 如果說你們都吃得飽 你可以放下筷子罵娘了 對不對 嗯 中國人講話就是說是 共產黨治下我們吃不腦說不成話是吧 吃不飽啊 還不能說話啊 那麼過去幾十年這個 呃 絕大部分人吃得飽了 還可以發花牢騷說說話啊 當然是有限度的 現在習近平 你能感覺到呢 實際上這樣並不好 這樣對他政權太來危險了 為什麼這個王岐山推薦大家看那個 嗯 法國革命呢 對 托克沃爾寫的法國革命 托克沃爾寫的法國革命 啊 他是正書歪讀啊 他讀出來了別的東西來了 嗯 其實這個 對 托克沃爾的意思本來就是說 你因為你法國革命 你這個前夕 呃 前期的這個王政時期 他就是大一統集權的態勢 所以革命也帶來了統治者的這些毛病 革命者也帶他們的毛病 啊 這個 王岐山不是這個解讀 王岐山解讀說 你看這個 一旦那個放鬆了啊 統治溫和了 他們就要造反了 就要把你送上斷頭台 嗯 所以呢 這個 你經濟成長和繁榮 往往和這種 政治上的自由度的寬鬆 是有相承的關係的 哎 沒有說單純的經濟繁榮 完了以後呢 就是一片肅殺啊 嗯 言論上 政治上一片肅殺 沒有這樣的經濟體 沒有這樣的經濟體 啊 所以習近平 呃他是斷然啊 刹車啊 斷然刹車啊 這個 經濟上搞這個 國進民退啊 國進民退 政治上這個 封殺公知啊 多少個不准講 多少個不准提是吧 七步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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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個不提啊 這個指示的非常具體 啊 這樣的這個 呃 大開倒車 大開倒車的 他是目的什麼 目的就是穩固權力吧 穩固權力 他認為這個 呃 經濟發展 同時帶來一些 自由化的東西 啊 這個寧可不要經濟發展 對不對 這是對他來講 他是有他自己的價值判斷的 你想他說這個 呃 這個 蘇聯 前蘇聯是更無一人是男兒 是吧 嗯 他本身想的問題 都不一樣啊 想的問題跟 跟跟過去幾十年的這個整個 呃 中國改革開放中間的這個氣氛 是不一樣的 對對 是是是 他他的他的這種 思維方式 對 思維方式 跟所謂的改革派的方式完全不同 但是呢 他並不否認自己是改革派 他也不否認自己是毛派 實際上他什麼都不否認 他原因呢 只有一個他關注的是權利 關注他的權利 但是這個很麻煩 剛才這個安華你在開題的時候講到了 實際上就是這個 他是很擔心和平演變 嗯 不管是各種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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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顏色革命 實際上都是和平演變 不錯了 對不對 你共產主義根本搞不成的 騎虎難下 本來這個一個顏色革命 沒有讓你這個 血流成河 沒有這種 秘扁的這種前景 你還要求什麼呀 對不對 他這個他都不滿意啊 他堅決不能接受啊 那這樣的情況帶來什麼 帶來的所有對他 對中共這個 對中華人民共和國 希望他和平演變的這些人 的心都死掉了 心死掉了 那剩下什麼 那就是武力演變呀 嗯嗯 既然已經要下決心 這個武力演變 因為和平演變你不願意啊 對不對 你堅決抵制啊 那武力演變是什麼 還會有經濟面嗎 那習近平也鐵了心了 啊 那是對 你們不管是我是軟硬不吃 武力演變也不行 和平演變也不行 對不對 那你 這個 就跟人槓上了啊 繼續繼續對著 經濟不是主要問題 對吧 江山是主要問題 這就跟八九年的時候 那些老一輩 對無產革命一個心理啊 啊 這個當時流傳一句話叫 呃 這就是 共產黨的江山是幾千萬人頭 換來的啊 你們要拿要來拿 也拿人頭來換 這就是他們對政治的理解嘛 對不對 他們對政治的理解 就是現代的野蠻人嘛 啊 他就這樣理解的 當然這個 當然傳說這個話是 他就是在天津那個 李日環和學生對話時候說的 很實在 嗯 很實在 他就是老一輩更加就這麼想的 啊 李日環這小木匠 李日環是代表他說出來的 代表大家說出來 說個實在話 實際上包括八九年以後 呃 李日環那個 調到中央去做政協主席 呃 他講話跟所有的其他人講話 調到都不一樣 啊 就是就講一些民間的那種 嗯 接近民間大事話的一些話 啊 嗯 比較有意思 比較有意思啊 對 謝教授 嗯 所以這個裡頭呢 嗯 您說 謝教授先說 先說 好 我想那個 當然我想 我要贊同那個 曾先生的分析 就是說中共現在實際上是 他可能就是說 在逼著中國老百姓呢 或者香港呢 就是說民間用武力 或者就是說在和平方式以外的 方式來進行 嗯 其實好 對 香港,香港呢 有這種和平派 也有這種叫做什麼 暴政派 還叫什麼 不是暴力派 那叫這個 就是他們兩者之間不割席 就是說 對 要這個相得益彰 聯手續 來互相理解 就是說呢 因為他面對的是一個殘暴的 勇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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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勇武派 對 不可惜的話 實際上互加加互相支持一起行動 但是我想我對中國經濟對中共的那些意義 可能跟鄭先生的看法不太一樣 我認為首先中共它已經在歷次運動 從文革到六四到鎮壓法輪功 到現在又鎮壓香港 它已經從政治上完全失去了合法性 沒有合法性以後 中共現在唯一可以支撐政權的所謂的經濟 它認為說我可以把經濟整理搞好 讓人民過上好的生活 並且更關鍵一點 這個經濟實際上是中共政權掠奪財富的一個最好的辦法 中國搞活這個經濟的時候 它現在維持這個鎮壓 你不管是維持著鎮壓的香港 還是鎮壓中國國內的鎮壓 就是說它實際上它一定要用錢來進行 並且很多情況下用外匯來進行 所以對經濟來說 中共為什麼它當然是為了保護權力 這點毫無疑問 就是為了控制保持權力 並且不惜任何生命的代價 這點我們都知道 但是它如果沒有這個經濟上的實力 沒有這個外匯儲備 沒辦法支撐它的這個在對外的擴張和宣傳 也沒辦法 實際上沒辦法就是維持它的維穩力量的話 那它這個政權也維持不了 所以他們害怕呢 它並不是說它因為出於這個經濟搞垮了 經濟垮了以後 如果中國老百姓會怎麼樣受苦 他們根本不害怕 中共已經說了嘛 老百姓回去吃草 它在所不惜 但是他們是不會吃草的 他們這些自己是不會吃草的 但是它怕的是因為它現在沒有這個 因為它沒有這個理念和治國的綱領 沒有讓人接受的這種東西 它必須尋找最後的支撐 就是用暴利 而這個暴利就是用財庫用金錢來驅動的 那它怎麼不害怕呢 所以它當然害怕經濟 二位在這個問題上 可能還是有一些不同的看法 但是據說我們也是請觀眾朋友 在收看我們的節目的同時 也發表自己的觀點 那麼我們有關這個第一個話題討論 我們由於時間關係就先到這 我們現在是進入第二個話題 我們來聊聊就是現在美國的前一段時間 彭博社有一篇這個消息 就是說白宮方面可能考慮要讓這個中國在美國的上市企業摘牌 那麼摘牌這個事的確引發了這個市場 金融市場的這種波動 那麼也是引起了恐慌 但是現在這個事情有了轉機 所謂這個轉機就是白宮的納瓦羅發表了最新的信息 那麼他是9月30號也就是今天幾個小時之前 在接受CNBC採訪的時候 他說這個消息是假消息 那麼他是這麼說的 他說最近媒體有關 川普政府正在初步考慮阻止中國企業在美國上市 限制美國對中國投資的報導是假新聞 那麼這是因為彭博社9月27號的這個報導 他說這個就是剛才說到了 白宮正在初步考慮限制美國對華投資 那麼包括限制美國投資者的投資組合流入中國 包括將中國公司從美國證券交易所摘牌等等 那麼這些報導也引發了很多媒體的跟進 那麼這個CNBC美國這個消費者新聞和商業頻道30號的報導就說 這個故事我讀的比他寫的還要仔細 其中有一半以上是高度不準確的或者完全是錯誤的 那麼這真是不負責任的新聞 我們的問題是這些壞故事推動了好故事 另外他還說這個故事充滿了不準確的地方 就是事情的真相而言 美國財政部所說的我認為是正確的 那麼另外就是28號 彭博社也報導了就是美國財政部的發言人克勞利呢 在電子郵件中說 美國政府目前並未考慮阻止中國企業在美國證券交易所上市 而這是白宮方面首次對這一傳聞所做出的回應 那麼所以說這個消息呢應該說呢 就是被納瓦羅這個應該說是一種宣告呢 也就是否了 那麼我們就聯想呢就是現在呢 川普身陷 當然我們待會兒這個第三話題就是集中談他這個被彈劾 這個調查啟動啊 或者這個程序啟動的這個問題 那麼他現在是也是腐背受敵 那麼前面呢後面呢或者說國內國外呢都有很多的壓力 嗯這在這種情況下 他和習近平是不是有可能達成一個臨時性的協議 或者說啊他所認為的這個不完美的協議 有關這個話題呢首先請呃這個話題首先請呃 首先請呃徐光先談一談 呃這個實實則虛之虛則實之 哈哈哈哈 那納瓦羅說這個呃這個呃一半以上是不真實的 那不到一半的是不是真實的呢 哈哈 對所以這個考慮也好沒有考慮也好 只要他沒有形成正式的文件 往外呃發出來的時候這個都不好講啊 最初看到這個說要把中國企業從呃 美國資本商撵出去這個是班農的一個提法 當時他講這話的時候是大家都覺得是很激進的 怎麼做得到呢 對吧 那麼這個問題是中間是有一段這個呃變化的 那麼實際上這個裡頭呢就是呃 呃華爾街的中呃掛牌的中企啊 他是是不完全合規的呃 他的這個財務資料啊 他這個審計沒有這個 沒有在這個美國這邊的經過嚴格的審計啊 呃這個當然是中方認為這是國家安全啊 企業的那個呃機密啊 那這個是交了罰款的 這些人企業上市的時候交了罰款的 那麼這種不合規的狀態 是不是如果說延期完全要求他合規的話 實際上這些企業是面對被摘牌的危險呢 啊 嗯 這個是有這個可能性 那麼有這個可能性無風不起浪啊 啊 美國政府有這個考慮和美國民間的這個呃 智囊有這個考慮都是很正常的 都是很正常的 納爾羅這個話呢 因為我剛才聽了 他說有一 有一半可能是真的啊 他這否認有一半是不真實的 那還有一半是真實的 我不知道他說的是哪一半啊 嗯嗯嗯 這件事情我認為可能性還是很大 但是他具體會怎麼做不知道啊 比如說呃 停止這個新的不合規的企業的上市啊 嗯 這個是可以做的吧 對不對 對 對 或者不部分來做啊 對 第二個要求你現有的這個掛牌的企業要合規 不合規就這樣跑 這個就很順啊 啊 很理所當然的事情啊 所以我認為我認為這件事情呢 呃 政府的表態 對 他們就過往聽之吧 啊 但是無風不起浪啊 這件事情我我認為是有影的 因為最初的報道也是就是說 再考慮嘛 再考慮當然可以有兩種結果 所以不不動 不動 或者暫時不動 嗯嗯嗯嗯 對不對 對這現在也就是說呃 納瓦樓這個表態呢 某種程度上也是啊 又是發出了一個啊 或者說拿這個問題呢 呃 探探風向啊 也可能把它做一張牌來打 這個 我注意到川普的這個表態 他是經常是這個呃 前後很亂哈 這個關於中美貿易戰這個問題 他一度說是絕不會達成這個 呃 部分協議啊 部分協議啊 一定是整權的 美國滿意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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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可能達成臨時協議 所以這個話呢 呃 呃 我們不知道他這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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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最初沒有出手 就是 你說他們會不會達成臨時協議 我倒認為是有可能的 就是他說了兩句話 他說有可能達成部分協議 或臨時協議 或者說 呃 絕不達成這個 這個部分 不完美的協議 要做啊 要做就做整權的 那我倒 認為達成臨時協議的可能性是有的 為什麼呢 這個本身它是機會主義的 臨時協議它就是機會主義的 就是說 呃 他不是 他不是可以替代一個整權協議的協議 呃 那意味著整權協議是沒有出來 對吧 沒有出來的時候 我可以達成臨時協議 那臨時協議 那臨時協議 也可以有條件的終止 對吧 那 這 就是說我們討論會不會達成臨時協議的時候 我認為再討論一個偽命題 因為它本身就是一個臨時性方案 臨時性方案 今天 不想達成一個臨時協議 明天他就想達成一個臨時協議了 這個可能性 隨時都可能出現啊 那完全取決於這種態勢 談判的這種態勢 反而倒說是不會的時候 那就是說 他說 我不會達成部分協議 一定要達成一個完整協議的時候 就是在他說那一句話的時候 他是完全沒有心思達成臨時協議的 因爲臨時協議不是目的啊 啊 啊 對 如果說為了其他的考慮 呃 這個 貿易協定之外的政治上的考慮啊 或者其他考慮 他拿出了一個臨時協議來 呃 那也有可能 或者說貿易戰中間的一個戰術安排 他做出一個臨時協議 也都有可能 因爲 這個事情呢 就是說我們 前一節討論到 習近平 謝田教授 可能剛才 就是我們倆有一個分歧點 分歧點呢 因爲他 謝田教授他講的是一個理性的人的 一個考慮問題 但是呢 就是在這個 中共對政權保有政權保有 它是非理性的 在這一點是非理性的 寧可粉身碎骨 這個政權也要保住 互助一致 就是這個就是叫 咱們 古文 古文裡頭不是講那個 下節 這個 這個 商堂罰 罰節的時候 那個 人民 國人怎麼說 要與 與爾協亡啊 就是說 你什麼時候亡啊 我要跟你一起亡啊 對不對 剛才那個也講到香港的這個 除了何立非勇武派之外 還有一個叫攪炒派 攪炒派就是 我跟你一起 一起 一起完蛋 是吧 嗯 那麼中共在這一點上 他是 跟政權有 有 有這個 一起 共存亡那個決心的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的時候呢 呃 我們可以認為他是又蠢又壞 但是他就是這樣的 他就是這樣的 所以呢 呃 怎麼考慮就是一切以這個習近平中央的呃 國內的政治考慮為為為為為轉移 我認為在這個情況下 川普呃跟習近平達成臨時協議 也有可能會對對美國是非常好的協議 也有可能是 因為這個習近平他不會考慮這個貿易協議對中國有多大的經貿的傷害 呃他只考慮對他政權有多大的傷害 這是兩個問題 這是兩個問題 嗯嗯嗯嗯嗯嗯 是有交集但是不重合 所以有可能呃 呃在某些條件下呃 呃川普能在經濟上得到很大的分 但是呢也可能把中共政權緩一緩 放個放個一段時間 讓他緩口氣 呃呃 比如說這個10月1號這個這個關稅 咱們推到10月15號 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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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都有这个需要 现在做完整协议可能性很小 可能性很小 因为两边的国内的反对势力 给他们空间也越来越少了 越来越少了 那么现在就是说都有这个需要 川普因为压力也很大 赶紧要提振一下 就是在5月份的时候 有可能达成整权的协议 现在只可能达成临时协议了 再搅下去的话 可能谈都不用谈了 有这个可能 对 那么现在这个习近平的 也是想在这个四中全会之前 也能拿出一个或者说这个当口 太难了太难了 这几天时间太难了 我倒觉得就是 如果说这个 因为现在选战 基本上就是 已经是鼓声隆隆了 如果进入选战以后 就不可能再去谈什么贸易协定的问题了 那么谢教授你怎么看 首先我们在说到临时协议的时候 大家都好像我觉得没有清楚 说确定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就是这个临时协议 那你比方说现在美国本来说 10月1号加税 现在给你放宽 你也需要 那么现在谢教授这个信号有点问题 我就说呀 现在好一点没有 现在好一点 就是我们可能有时候对这个用那个词的时候 都没有明确的规范 或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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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样的协议 叫临时性的协议 那么您怎么认为临时性的协议 对呀 你说如果 比如说 它本来是美国认为要10月1号开始加税 现在说给你推迟到10月15号 这就是一个临时性的协议 小小的临时性的协议 但是如果说 我们说这个临时协议 指的是那个最终 中美双方就贸易战的问题 达成一个协议 不管是临时不临时的话 那这是完全另外一件事情 那中共实际上 中方呢 或者起些 很多一些青雄猫派也好 很多人 还有放出风声说 达成两个协议 一个是一个贸易 经济贸易的协议 另外一个呢 是国家安全的 分开了一个协议 其中一个也可能是临时协议 我说这些全都是在谈判之前 这个交战之前的互相的风声 这个临时协议呢 更不可能 没有希望 我按我现在对这个 对这个川普的这些 理解川普的战略 这根本是 声音又太好了 嗯 那么就 就是 您的意思就是说 不大可能 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 或者说 愿意 这个 进行一个折中 来 进行一个过渡 来达成一个临时性的协议 同时我们也看到这个 刚才看到这个报道 就是说刘鹤宣布去参加这个十三轮这个会谈 但是呢 仍然没有给出具体的时间 那应该说呢 还是有一定的可能性 就是说这个 甚至有可能去都去不成 依然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当然他宣布呢 当然是表面一种态度 所谓这个中方的这种 这个诚意 但是如果说 中共方面也在观察 美国方面这种举动 如果说又旁生 横生的肢解 那么有可能呢 又拍桌子 说也不去了 那完全是有这个可能性的 所以说现在呢 我们看到这个临时性的协议呢 当然应该说 普遍来说 这个临时性协议就是所谓呢 去除了那几个最关键的 结构性改革的 要点的这样的一个协议 也就是说呢 纯粹就是中共拿买 来赎回这个美国的 这个让步 或者说这种要求 那么至于其他的 市场产权了 市场准入了 那么这个国有企业的补贴 等等这些问题呢 去除之后的这部分协议 应该说就是目前 可能大家所认为的 这个临时性的协议 或者说至少 绝对是不可能 这是发生的 因为现在川普的最终的目的呢 就是达成那些百分之十几的那些 上次那个协议 没有谈成的部分 也就是中共在拼命呢 想把它给分离出来的 或者是另外谈判 对 要剥离吧 他要进行剥离 最剥离的部分呢 实际上是最核心的 就是真正有价值的部分 川普当然知道 他是已经抓了一手好牌 他绝对不会放弃的 我想他通过这一年半 跟中共的交往 中共现在在各种各样的 这个政策战的一种表态 不管是这个 这个政策战 我们都知道 贸易战已经完全上升到 经济战 科技战 甚至上 争夺那个世界霸主的 战略战争的 那在这种战争的时候呢 经济作为这么重要的一个武器 重要一个手段 贸易战作为这么样有效的一个手段 那川普知道的好牌 他不会放弃 毕竟你要看到川普他那个整体的战略 就是在全球消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 所以他根本不会达成任何协议 如果只是为了就是说钱也好 为了就是减少的逆差也好 川普早就可以达成这个协议了 并且他也受到很多压力 来自华尔街的压力 他现在之所以能有这些压力的 就是因为他一定要达成最后的 我在这个问题上可能和谢柔 有点不同的这种观感或者看法 我觉得现在白宫内部的这个强硬派 或者鹰派强硬派当中的强硬派 似乎正在这个势头在减弱 或者说在失势 有这么一种感觉 那么也就意味着川普本人 我觉得他还是就是想就事论事 至少是和他这个竞选的时候 就是说他最看不惯的 就是这个贸易不公平 同时中国占很多的便宜 他倒还没有忘这个 您刚才所说的这种经济层面 政治层面 这种战略层面去扩展 那么后来可能是你来我往 不断的有人在 包括像博尔顿 这种纳瓦罗 那么这些人和穆努欣 和罗斯等等这些人的这种观点 立场还是有相当的不同的 所以说可能在几派的这种 你来我往当中 也就不断的加入了一些 这种新的内容在进去 所以说川普可能也是有这种代价 也觉得可能有一定的道理 那么所以先把它加进去 但是我觉得他的最终落脚点 还是一个钱的问题 这个我跟这个看法完全不一样 肯定不是 因为中共在谈判最早期的时候就说过 中共愿意放弃钱的问题 放弃钱 他说我把我的外汇储备拿出来 买你一万两千 这个川普大概一年前就可以做到 他不会 他没有接受这个做法 因为他不知道 如果不消除这个制度性上的障碍 制度性上的问题的话 中共这个赚钱 后来是因为不断的在加码 就是说有追加 因为这个包括一开始说到了 我们知道这个 一开始说的就是个关税问题 就是一个逆差的问题 咱们说到了这个临时协议 临时协议这四个字 请虚光说两句 刚才谢教授讲的就是 怎么理解临时协议 也讲到了中共方面提出来两个 这个经贸协议和国家安全协议 这两个 实际上中共明显看到这个贸易战 在川普手里的贸易战 打偏了 打出经贸领域了 打到金融领域了 打到技术领域 甚至打到这个国家安全领域了 对对对 所以他们提出来这两个 这个是见招拆招的一个结果 当然川普来讲 因为川普他这个各种表态他都有了 尤其这个弹劾这个调查 这个事情出来之后 他是有语气上是有软化的 语气上是有软化的 那么什么是一个临时协议 咱们怎么理解 那我的理解呢 他一定是关于经贸的 不是关于什么国家安全的 一定是关于经贸的 关于谈判中间的 已有的共识部分 我们把它扎一个截子 扎一个截子搁起来 完了以后再谈其他 没有谈成的 但是呢 从川普角度来讲 扎一个截子并不意味着 我对你其他的 这个没有谈成的 我退步了 加上你的关税我也不会放松 因为我要在压力之下让你来谈 这叫就是中方讲的 你拿枪指着我的脑袋来跟我谈办 川普就是要这样做 就是要拿枪指着你的脑袋来跟你谈办 就是这加上你的关税绝不减 不减完了以后再谈下面的 他有可能这样谈 有可能这样谈 所以这个在这个情况下 一个书面的协议呢 对双方当然都是比较有利 我说双方就指的他们两个人 就是川普和习近平 在这个中美关系上来讲 他两个人是可以得到很大的分的 不管是关系友好 还是关系紧张 甚至关系崩了 对他们家 都对他们在国内的这个 政治地位是有加强的 所以呢 如果说出现了一个明确的一个文本 一个文本 如果说双方都可以各取所需的话 这个文本是有可能出现的 我说各取所需 就是中国政治和美国政治是不一样的 如果完全同质化的 那真加对卖萌了 实际上不是的 对不对 习近平人家是近乎终身制的 那你川普是马上就要到了你选择 你还得辛辛苦苦的去 未来四年还有没有可能 还能不能继续做下去 所以在这种条件下 他所图不一样 所图不一样 如果说 我完全不认同这个说法 首先呢 这个习近平的所谓终身制呢 现在看来呢 很可能已经保不住了 现在下面四中全会 如果能开得起来的话 很可能马上就会涉及到 这个习近平的终身制 他们能够继续下去 而川普呢 他即使 他作为这个民主国家 他即使 当然我认为 他一定会当选 这个就是我们另外一个话题了 待会儿我们聊这个话题 不当选的话呢 这个民主党 民主党这些人士呢 也早已经放生了 他们在贸易战的立场上 问题上呢 跟川普呢 完全是一致 因为这涉及到 美国的经济利益的时候呢 你不管谁在台上 他都需要把这个经济搞好 所以这个是好问题 前一点 前面一点 刚才我还不同意 这个郑先生这个想法 做法说法就是 你这个川普虽然是用关税 作为一种武器在做 但是他用关税 他来要达成的目的呢 完全就是从技术上 就是剥夺 就是中共继续盗窃美国技术 强制转移美国技术的一个 这个做法 并且这个在一旦开始 我们看到贸易战开始 这个供应链 产业链 开始移开中国的时候呢 川普非常高兴 他说你看这个贸易战 我们这个贸易关税 起作用了 正在把这个制造业 带回美国 关键是带离中国 让中共不可以 用他这种社会主义的方式 和共产主义的方式 来加害其他国家 所以从这个从头开始 川普其实他这个目的 就非常明确 只是很多 对中共来说呢 他是很晚了以后 才认识到而已 刚才你刚才提到 我们提到这个摘牌的事情 中期在美国摘牌的事情 我这点我都是同意 程先生说的 你看起来好像是空穴来风 美国政府的纳瓦罗 也部分的否认了 但是还有一部分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 空穴来风的时候呢 它这来的风一定是有点头 下面就是说 这些企业 除了这个监管的问题 除了他们的申报的问题 这些问题 他们最终跟这个中共的一个高层 跟中共军方有什么样的关系 他们实际上跟华为 也有多少类似之处 那这些呢 都是美国人现在最关心的 这些一百 一百多家那个企业 中国在美国上市企业里边呢 有这么十几家呢 都是跟中共 中共官方国有企业 那当然也有一些 很多民营企业 他们这些 这个现在党报指示 就是谈到 他们可能会被de-listed 就是被解除 摘牌 这个谈判本身实际上就已经开始 会对他们做出这种影响 现在纳斯达克已经开始动手了 这个虽然是川普政府说 没有做 纳斯达克开始已经加深了 加深了死批 就是说美国的 对 这个有 也不会允许中共继续的 无限制从美国来捞钱 并且呢 你可以不透明 可以把你那个内部运作 让这些别人不知道 也不如实的申报 并且他把这个钱最后转到中共权贵手中 或转到中共军方手中 所以这个呢 不管就是说我们现在摘牌不摘牌 这个考虑 能不能够继续往下走一步 就像前面一段时间说到那些清朝的那个 清朝圣宣怀签字那些证券 就是那个债券 那个能不能变成武器一样 这只要这个谈论的本身 实际上就是在给美国给增加筹码 给川普呢增加他的那个增加他的那个增加他的那个增加他的优势 所以他这个每个都可以用 并且呢 我觉得到了一定时候呢 到了一定时候 如果美国那个时候真正不得不把这种 1917年的 针对敌对国家冒险的那个禁止法案 颁出来的时候呢 这些都完全都可以 可以用得上 好的 那么由于时间关系呢 我们今天第二个话题的讨论就到这儿 刚才那两位嘉宾呢 在诸多问题上呢 有不同的看法 这很好 我们这个不同的看法呢 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视角 这种考虑观察问题的切入点 不同的切入点 那么观众朋友呢 也欢迎大家呢 发表自己的 对这个话题的这种看法 那么我们这个第二话题就到这儿结束 那么接下来 我们来聊聊今天第三个话题 就是川普这个弹劾的问题 那么这个调查呢 这个佩洛西已经是宣布要开始 应该说这已经是启动了这个弹劾的 这样的一个初始的一个程序 那么另外呢 我们看到啊 现在呢 这个有民调显示 对于这个川普的这个弹劾问题呢 有45%的人是说了 愿意的 同意的 支持的 那么42%说不支持 那么这已经是个相当高的一个数字 而且这是因为在这个 这个弹劾的初始阶段 就有这样的这种 一个对比 数字的对比 这应该说是 比较罕见的 45%同意 42%不同意 另外我们也看到呢 纽约时报当然了 就是一个一贯 对川普不太感兴趣的这么一个媒体 当然他的一些报道呢 我们还是应该可以看一看的 那么他有一篇报道 就是在两天以前 一天以前的这个 就是说为什么川普被弹劾的可能性 令人恐惧 我觉得呢 给他做一个背景的介绍 那么他这篇文章就说呢 川普总统应该被弹劾 但这种可能性 使这个作者本人感到恐惧 也应该使你感到恐惧 他说呢 不是说弹劾是错误之举 按理说这是唯一该做的 至少从对宪法的忠诚 以及基本的行为准则角度而言 从川普踏入总统办公室 那一刻起 他就一直在侮辱这个重要之物 这当然是作者自己的观点了 那么用一位总统无权用的语言 或者无权用的推文 用无休止的谎言 用幼稚且常常精神错乱的行为 用严重的利益冲突 用管理上的无能 用永远无法满足的贪婪自负等等 那么这些呢 让这种坚持原则的立法者 怎么能够不用他们可使用的 最强用力的方式告诉他 该适可而止了 但是呢 他又说到呢 在正式启动弹劾调查之际 人们现在绝对无法知道会发生什么 一丁点都不知道 你会在未来几天和几周内 听到很多关于比尔克林顿的话题 但是比尔克林顿1998年底 遭残河的弟子说事呢 有点荒唐 他是一位非常不同的总统 当然纽约时报的观点呢 当然是有他的倾向性的 这个至少是作者本人是有倾向性的 他说呢 任何情形都有可能 包括弹劾会对川普的利益有好处 从而增加他的连任可能 因为他将自己装扮成受害者 受难者 躲避参议院的定罪 把他说成是呢 宣布他无罪 然后看着自己的粉丝们行动起来 出来投票的票的人数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第二个川普的任期呢 也不会只是这个高尚立场的 这种可悲的一个自由富产品 那还会是一场灾难啊 等等 那么这个作者本身呢 也提到两种可能性 那么就是有一种可能呢 就是有可能反而去激发了 川普的支持者 我们也知道川普的这个铁管支持者呢 一向是这个啊 性者横性啊 不性者横不性 那么这种 这种政治的极化现象呢 在美国这一届政府开始之后 是就显得非常的明显 那么同时我们也知道呢 现在这个 这被弹劾呢 也是认为呢 川普这个通污门呢 和这个水门事件有的一比 有些人是这么认为的 为什么呢 就说水门事件是也是为了打击 这个自己的对手啊 派了这个水暖工呢 来到水门饭店去安装的窃听器 那么现在呢 是川普把这个工作的外包给了外国人 外包给了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新总统啊 比较稚嫩这个新总统啊 那么当然了 这个目的都是一个 那么就是为了打击政敌啊 打击自己的对手 那么对有关这个问题呢 我想重点的请谢教授呢 谈一谈 因为时间有限啊 请呢 把这个讲话啊 在十分钟之内结束 谢谢 首先那个这个纽约时报 这个我们也知道 这个到这个作者也好 这个报纸也好 就是极端仇恨川普 敌视反对川普的 这个他的观点呢 我们也就是看一看而已 肯定是我们不会赞同的 谢教授是铁杆的川粉 这里我也承认 很多人说我是反川 实际上不是的 就是我这个对 16年我还是就是支持他的 就是说他实际上 但是他这个有个结论的 另外一个呢 这个就是说 这件事情反而可能会促成 川普铁拿的铁拿把钗的 赢得第二次选举 这一点他可能倒是说对了 就是首先我们说 那个支持弹劾的民调 是不是高不高啊 这个45、42 这个谈不上很高 实际上在这个涉及到两党 任何时候涉及到两党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经常会看到40几对40几 这实际上并不说明他高 再一个呢 还有他只是支持弹劾的调查 并不是支持弹劾本身 但是他说是川普是否应当被impeach 你看这个倒是没有说到是调查 或者是与否 他就是说单纯的说 但是现在这就是说那个实际上 但是我们知道 现在他根本就没有开始这个弹劾的程序 所以现在民主党的说法呢 只是这个弹劾的调查 但是这个调查本身我们要清楚一点 就是说实际上在川普当选还执政之前 我们就开始调查 所以这个民主党这一部分 民主党现在 像我以前也是执行 很多刚来美国的大陆来的 因为民主党是同情移民 同情弱者 同情这些 后来慢慢这些人 这些人就是慢慢的进入美国 这个组织社会和工作 开始与华人的智慧勤劳 在美国闯出一片天地以后呢 我们都知道 这个民主党实际上就是跟中国社会主义的政党 跟共产党有类似的地方 所以实际上华人现在已经大规模的 开始准转向共和党 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但是这个民主党人呢 实际上从开始就是开始找 川普一上台上任开始呢 就一直在找机会 那现在他这个组织党本身 已经被这个民主党中的左派激进的人士 说那个四人帮 那个那个绿的四人帮那些人 他们给劫持了一样 现在这个南斯伊呢 普洛西伊本来是想保持一些理智 这次呢他保不住 因为他比较压力太大 那现在呢他提出这个 这个呢实际上根本没有什么习惯 他就是想谋废或者竞选 但他现在呢就是适得其反的效果呢 我们一看 现在这次呢 他不敢没有动选 他不会动摇川普的选民 这个肯定 不会动摇共和党选民 也大概不太会改变这个民主党的选民 但是呢美国人所有的美国人 但是我们也别忘了就是在16年选举的时候啊 这个总票数啊 选举人票当然是川普赢了 但是这个这个Universal这个 这个安华我插一句啊 你的这个民调的来源是哪儿 这个路透和伊普索斯 这个是27号28号的一个调查 是你说的对 实际上这个16年选举呢 如果按 途选票 途选票 途选票实际上还是 途选票量是多的 对 但实际上选举人票呢 川普大赢 但是呢这次选举我估计这个 民众一般的总选票数量也会出现大的变化 因为就是因为呢 川普实际上对美国的经济 就是说对美国的实力 外界社会的意味呢 带来了一些好处 并且川普这次这个 这次民主党一旦决定说要开启这种谈劾的调查 共和党的选民 就是说包括刚刚成为共和党的那些选民 或倾向共和党的选民 捐款数字大大增加 你说正好就说明了 就是说实际上这个老百姓呢 根本就看穿了这一点民主党的做法 民主党这个做法本身呢 实际上它确实会伤害他们自己 首先呢这次呢 我当时是在推特上跟川普建议 我说你 他们这个原来是说通俄门 现在什么俄罗斯 现在是通乌门乌克兰 乌门 下一个可能是乌兹别克斯坦 或者是他们一定会继续找办法 想办法想方设法想反吓川普 这一点民主党这些铁硬 死硬的铁杆的民主党左派人士呢 他们一定会注定会这样做 但是他们肯定不会成功 他因为川普根本不需要通过这个方式 来打他竞选对手 他只是来作为一个总统 按他那个正常的职责 调查一个就是说违反了美国法律的这个人 当然这个人正好是拜登 所以我们这个川普为什么有这么大的信息 马上就公布了这个 这个实际上是很乱解的 是 但是呢就是现在也有消息说 川普对这个莫尔瓦尼 莫尔瓦尼就是白宫办公室主任呢 也不满 认为呢就是说 你公布倒是公布也就算了 你不出来给我护驾 不给我挡驾 结果弄了我灰头土脸 那么这个问题 首先这个川普这个媒体呢 这主流媒体他一直在找 一直在就是离间这个川普的团队 他现在就是说 谁现在在查证 谁把这个漏出来的时候呢 博尔顿啊蓬佩奥啊 博尔顿啊甚至彭斯都弄出来了 这简直在荒唐的很 川普的一个特点呢 他是完全是个商人治国的特点呢 他是一定要有一个非常齐心合力高效的团队 他一直在这样做 他这个也肯定会成功 但是这次呢实际上 民主党会打出了算盘战 第一他把拜登给搞掉 这个人民党 现在领先的三个候选人里面 拜登是最高的 实际上川普也认为 拜登是唯一有希望就是说 出现跟他竞争的 对他最大威胁 现在拜登肯定会因为他儿子这个通过 把他自己给搞掉 华伦现在看来呢 华尔街那些的民主党的金主呢 也不支持他 所以最后现在呢剩下来呢 第三名的就是桑德斯 但是这个桑德斯呢 他是正好又是一个极左派的 高调的支持社会主义的人 这个实际上就是说 等于说民主党自己把自己避到的墙角 选择这种的支持者 而这个正好是美国 现在美国民众普遍的反应里面 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势力呢 一种困惧 抛弃 他这实际上就是 恰切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呢 帮助川普的一个人 这个实际上就是民主党的做法呢 实际上是值得其反 我想他们会停止 因为他这个川普 因为他们明明知道这个是根本不可能通过的事 这个民主党这个国会 美国的众议院呢 他只是说要可以发起这个川普 这个谈劾的一个调查 只能出来提交政治 告诉政治以后呢 真正来决定是否是参与的做 并且参与要有三分之二的多数 但是我们就说有一点啊 谢谢老师 就是因为这个程序啊 这种调查启动之后 他可能就说 也就是说呢 打起来是一回事 打起来之后又是一回事 就说这个过程一旦 那么被揭露的 被抖露出来的这些料呢 是会越来越多的 那么这个呢 无疑会对这个川普造成很大的压力 我是这么认为 就说当然我们可能这个 在这个问题上观点有所不同 那么同时呢我们 呃 现在我也想听听旭光是怎么看这个问题 啊 我刚才这个听邪教授讲了 实际上我倒想再问他几个问题 嗯 对 就是这个 呃 如果说共和党是彭斯出场 对吧 对 如果说共和党是彭斯出场 这个那个民主党这边呢 因为这次把这个所谓的通屋门 把拜登放在火上烤 烤的如果说呃 拜登退下来这个呃 你也讲到这个桑德斯可能的问题比较大 那这个沃伦你怎么看 沃伦他实际上他这个很多主张 他对那个 呃 连那个 知道民主党他的金主啊 有很多是华尔街来的 对吧 有很多是那个加州那些高科技这些 一些高科技的老板 比较偏左 我们知道加州也是一个左派 比较 比较民主党的大大本营了 他们这些呢 对于华伦很多有些那种 对那个富人的政策啊 那些他们也是也不支持 就是说他们认为他走的那个 对那个金融监管啊 华尔街 呃 还有那个富人呢 征税啊这些 这些经济上的政策呢 华尔街也不支持 如果华尔街不支持这样的华伦这样的话呢 我想他这个民主党他现在可能很难在这个 竞选资金上跟川普现在竞争 川普现在自己的竞选的那个资金呢 已经那个远远的超过了 就是说民主党所有的人加起来 民主党所有的候选人加起来的总和 实际上都帮着特别人加起来的 更是就是说 今天特别人加起来的eder 那么好 那么这个话题我们因为时间关系 我们今天就第三个话题先到这儿 我们感谢我们观众朋友的收看 也欢迎观众朋友就这个话题发表您的观感 您的看法 当然我们想就是说因为现在对于美国政治的这种极化 两极这种分化的这种现象 已经到了一个非常在以往的美国这个政治史上 是很少见的这么一个时期 就是说对于两党的这种对立 那么这种交集是越来越少 对立是越来越严重 当然了我们这种情况下 这种意见就会是敬畏分明 有相当大的这种区别 而不会就是说能够很多情况下 似乎都很难就是心平气和的坐下来 来讨论一个问题 那么就是我就是我们之前也说到的所谓这种孤岛效应 那么就是说我们对于相信一个人 那我就一直相信下去不管他怎么样 那么川普的支持者是这样的 那么民主党方面可能有一些不同 但是总的来说也差不多 就是说支持民主党的人也是可以说是无条件的 甚至是盲从的去跟从民主党 那么都有这种现象 那么双方这种阵营 这就很难预料这个下一步会怎么样 对于这个弹劾案这个启动 我想应该说这个不是一个小事 虽然说可能 我不同一点 你说 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说共和党也好 民主党也好 他都有一个非常核心的那些选民 这些选民你说的刚才说的非常对 这些人呢基本上他不太会 因为某一个什么事件也好 或者是某一个候选人也好改变 他的就是很多 你看美国投票的时候 他们有一栏就是你干脆就不用你一个个去投 你可以说我说我全点共和党 你下面选入共和党的票 你就一下就投完票了 对对对 这部分人是不会动的 但是呢每次实际上大选中就在争夺的话 就是我们的所谓在争夺那个摇摆州的时候 或摇摆选民的时候呢 实际上都是最中间的大概百分之十几的人 所以这个各有40%的话呢 你不管各种民调显示结果或者什么 实际上都无所谓 这个实际上都是司空见惯的事情 最终这个中间的百分之十几十五的人呢 他们怎么投票 这个实际上就是那个最关键的 也所有这些竞选的那些上亿的竞选资金 要左右的呢就是他们这些人的看法 所以为什么我们上次看到 Rasmussen最近有一个 上次有一个调查 民意调查说 川普居然有54%的人支持川普连任的话 这个是非常关键的一个 如果有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可以说他可以保证当权的 好 那么这个话题我们第三话题就到这结束 那么接下来我们进入第四个话题 李嘉诚 李嘉诚现在呢是最新的消息说 他拒绝前往北京参加这个中共的70周年的 建政的一系列活动 或者说是管理活动 那么另外一个没有前去的呢 是这个吴光正 吴光正大家知道呢 也是曾经担任过香港贸发局的这个 这个主管 同时呢 他也是包裕刚的女婿 当然我相信呢 可能这个 从这个和中共方面的合作来看呢 应该说可能吴光正前去的这种 因为他们两人都用了所谓这种私人的理由 不便前往 那么可能呢 吴光正的这种理由呢 是可能是存在 但是我们感觉 我感觉呢 就是说这个李嘉诚呢 应该说是有气 他不愿意去 同时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 他现在这个前两天呢 因为有这个香港四大家族嘛 包括李兆基啊 郑宇彤啊 那么等等这些呢 包括新峰基地产 峰基昭业地产 那么这些人都表示要捐地啊 那么这个 要 这个表一下态度啊 是说这个 跟进一下 跟进一下 那么但是李嘉诚就明确表示 不打算跟进 嗯 那么这就引起了这种 舆论的这种关注 那么这个 前这个四大家族的这个三 三个公司呢 是向特区政府 社会企业和磁县团体啊 捐出了27万平方米的土地啊 用于新建公屋啊 相关设施啊 回馈社会 缓解这个香港重要问题 这明显的是响应了 这个北京方面的这个号召 那么但是呢 这个李嘉诚呢 还是 这个很硬气啊 我就是不跟你合作 我不踩你 我现在就不捐 那么他这个是 他的 长江实业这个发言人呢 对这个上述捐地的 善举回应说呢 农地做房屋发展完成 可能较长时间 才能让有需要人受贿 那么这方面呢 会要应该再仔细的研究 核算一下 同时呢 说到这个李嘉诚基金会 和长石集团呢 也有用这种捐款的方式 直接支持不同的 社会公益项目 所以呢 不打算目前跟进 三家的所谓这个善举 那么 这样一来呢 就是把这个李嘉诚和北京方面 这种 对立啊 分裂啊 或者说这种关系的 这种僵化呀 已经是推上了一个 新的一个高点 那么我们看到 现在李嘉诚这种表态 同时又不去北京 那么这意味着 下一步 是不是有可能 意味着他可能会遭到 北京方面更大的一种压力 同时呢 也意味着香港的 所谓这个精英治港的一个终结 或者说是告一段落 那么这个问题呢 首先请徐光谈一下 嗯 李嘉诚这个 咱们有一期专门谈过他啊 谈过这个 不配合啊 有有不从啊 这就叫 他不才 不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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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能说他有反心吧 反正就是不顺从啊 那么这个当然就惹恼了这个习大帝啊 呃 习近平是 自己主动的跟普京讲 他是跟普京是一种人 普京怎么做的呢 就是把这个他 普京上台以后 实际上是把 叶利钦时期的那种 和这种 富豪合作的这种机制 给终止了 给终止了 完了 带了一帮自己的小兄弟上来了 这个吃相就很难看了 对吧 呃 习这个做法呢 呃 有这一方面的东西 但是呢 这件事情 对李嘉诚这件事情呢 我都更想到的 他是 呃 更像这个 呃 这个这个共产党进程之后的 对对付大资本的一个做法 啊 这个你让你主动的政治战队 主动的捐地啊 资本家的这个地 呃 资产要捐出来 这个意义何在呢 呃 主要是要让他政治上表示顺从 呃 倒不是说 呃 就缺你那一块地啊 呃 不是这个意思 不是这个意思 呃 所以你在讲就是说 这种精英治国啊 是实际上是 呃 治港精英治港 实际上倒未必是 呃 未必可以说他是精英 这些精英站在那儿 把别的精英都压住了 起不来了 韩门对不对 韩门子弟 啊 韩门子弟就不是精英吗 啊 啊 啊 精英终身制 啊 对 就是 已经成就了的 就给他固化下来啊 啊 这个是我们在经济学里 经常谈到一种管制捕获现象吗 你要管制大资本的时候 是大资本反过来就和你这个 呃 和你管制部门就勾搭在一起了 啊 正好形成一个共治的局面 啊 啊 那现在这个香港这个问题呢 呃 三大家族表态了 啊 完了以后呢 这个呃 李嘉诚不从 那当然那个 后面没拿好果子吃 但是我想呢 李嘉诚也是有心理准备的 这么大岁数了 完了以后他的资产又都转移到英国 转移到欧洲去了 啊 在这个情况下他也犯不着这个再低声下去的伺候你了啊 他可能这个前面的这些人他要利用港资啊 利用港人他还这个给你留一些体面 那到习大帝这儿来讲呃 呃 这种满汉和跋扈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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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 决裂是必然的 呃 呃 矛盾计划嘛 矛盾计划 嗯 嗯 好 那谢天教授 呃 我想这个这件事情呢 实际上最根本的原因呢 就是中共要在经济上要破产了 中共没钱了 实际上我们看到 我们刚才说因为这个贸易战的原因 中国经济衰退的原因 就是还有中国国内自己的一些 呃 产能过剩啊 经济滑坡这些原因 各种各样的原因吧 中共现在实际上现在就是真正的破产了 我们看到他破产了以后呢 他现在呃 他原来中共自己那种土匪的本性呢 现在就完全就爆发出来了 他最后他只能就向这些富人开刀 就是说 嗯嗯嗯 就是在杀富济贡 不是杀富济贫啊 杀富济贡 实际上他在中国大陆本身呢 我们已经看到了 他现在一系列的做法 他让像那些 呃 逼着那些私营企业的老板 跳楼的也好 自杀的也好 或出逃的也好 对吧 他现在像那个私营企业呢 派出他的那些政府叫做 他叫做政府关系 是政府事务联络员 这个联络员 嗯好像是 嗯嗯 那实际上就是中共的政委 就是中共的政委 就是像当年中共 叫控制军队的时候呢 他把支队建在连上 把那个中共大党支部建在连上一样 我刚刚我在另外一个节目 我说过这个 像阿里巴巴这样的一个企业 他有6万多雇员 6万多雇员 6万多雇员 相当于6个师一样 6个师一万人 相当于一个军长 几个军长军团级的级别的人 他如果中共不控制的话 那他怎么可能呢 那中共去派进这些私营企业的官员 除了这个政治委员 就是政府关系政治政委一样的角色 还有一个是 是经济信息的那个收集者 他会把里面股权分配 股东的情况 到这个盈利的情况 市场 全部情况那个都摸清 这实际上就是在 就是在杀富 杀富激贡之前 在摸底而已 他不是激贫 是激贡 实际上就是给共产党自己来捞钱 那在中国大陆这种事情 现在已经正在进行事 我们看到马云也因此 他也退下来要走掉 就是说这些已经在 开始在杭州的一些 很多中国的高科技制度 对很多高科技企业 已经开始这样做了 在香港也是在这样做 香港在这样做的 中共在这样做 它实际上会通过 它原来的跟那些香港富商 和商界上层人物的关系 实际上通过他们某些人来出面 中共这次实际上最近 就在这个香港事件中 已经跟港府已经在谈 让更多的中国企业 中资企业进入香港的问题 但是似乎被香港高层 上次包括港府给拒绝了 或玩具了 因为对香港人来说 他们是非常精明的 我想李嘉诚精明在 他自己非常的精明 非常聪明 他当年你看 在中国大陆投资了多少 还投资办学捐款慈善 但是他高明在于 他需要什么时候收手 他在几年前就从上海 就把他那家中国大陆资产 全部清仓出去 全身而退 这个简直是非常令人 就是目瞪口呆 他也愿意回馈社会 也愿意捐献 但是他要用自己的方式 他不愿意把自己 把土地捐给人家 你看他当年捐献的 那个汕头大学 现在好像就说 他连董事会都被踢出来 对 踢出去的 这个丰奔显示出 中共这个土匪和强盗的嘴脸 卸磨杀人 一旦你这个没有你的 不需要你了以后 他就开始翻脸 那对于李嘉诚来说 好在他现在也不怕中共翻脸 他现在你看在这个 在这个反送中运动中 他的一个说法 他几次登广告 自飞登广告 说的很多话 都是让中共听来 不是那么高兴的 但是他已经成功的 把他的资产 甚至从香港都转移出来了 他转移到英国 转移到那个加拿大去了 其他国家去了 所以他根本也不怕 也不用给看那个中共的脸色 我前一段时间 我写的文章 刚刚提到这一点 中共在中国大陆 现在搞这种 新的新一轮的国有化 实际上就是共有化 这个过程中呢 肯定会马上会出现 中国大陆的私人企业 敲锣打鼓的 把财产捐给中共 就像当年公司合营的时候 敲锣打鼓 这些敲锣打鼓 白天敲锣打鼓 把自己的资产捐给中共的人 晚上回家 抱着老婆孩子呢 痛哭流涕 在香港现在发生的 一模一样的事情 当然一定有 一定有这些香港企业 和大资本家呢 他们那个会响应中共的号召 或带头出来唱高调 他们跟中共是什么关系 我们可以慢慢地看 慢慢地查 但是这个香港 中共在香港 这次这个新的打土豪分田地呢 他现在踢到了一个 踢到了一个铁板 有点踢到了铁板 我觉得 因为他这个跟当 毕竟跟当年 中国大陆不同 中共现在呢 他可能派武警去香港 他还不太可能真正 把香港干脆就一国两制 就结束掉 香港至少呢 我们知道现在 这个警察方面有些黑暗 但至少实际上香港的那些 还有一些公正的媒体 那香港 中共还不敢把这个 港人用的那个手机短讯呢 给截断掉 就双港还留着 有这么一点点自由 但这个自由呢 对香港这些富人来说 他们知道很清楚 如果任由中共这么继续 去杀富济负贫负贡贡贡贡 美国呢 一旦发现美国香港 中共把香港控制到这个程度 取消香港独立 国安家的地位以后 他们所有的人的财富 都全部都会抹掉 那对他们来说的 我觉得我想真正就是说 中共这次做法呢 要是捐递也好 要求这个共管也好 要求投资也好 渗透也好 这确实是触到了香港这些富人的底线 他们为什么不愿意跟中共合作 甚至在这次活动反中中的时候 他们不听中共的 我想就是这个原因 好 谢谢谢教授的点评分析 这个我说一句 谢教授点评第一句话说 中共没钱了 是没钱了 但是他应该比78年79年77年的时候 还要有钱的多得多 我们知道这个政府敛财 它有三个渠道 一个是税收 一个是发债 还有一个通胀 那个通货膨胀 中国来讲还不算到那种很猛烈的地步 那么这个时候 他出来杀猪 让李嘉诚他们来做带头羊 带头羊实际上是第一波 你损失并不大 因为他会左手拿过来 右手给你补偿的 但是主要起一个示范作用 最主要的还是控制 因为习近平他很清楚 他也不是说是完全不学无术 他也做过浙江省委书记 福建那边主国政 在上海也做过市委书记 他做过一线的经济工作 知道整个中国的经济的运转 大旗是怎么回事 就是你这个做法 实际上企业没有活力 钱会越来越少 但是他是什么 他是要控制 所以他要把生蛋的母鸡 控制在自己手里 至于他还能不能生蛋 他就不管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执政理念的大变化 执政理念的大变化 那么我刚才说习近平知道 也许他我把他高估了 也许他真不知道 你就不管了 就是他这个前面的这个 应该将核心时期吧 在胡温时期也是将核心 他们的做法基本上就是 做出一副配合和平演变的样子 是吧 尽量的往后拖 那么也提出来要把这个革命党 向执政党转换 那么现在习近平上台以后 他叫叫不忘初心 他实际上要做一个这个反动派 要回去的 要做回去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他全面控制 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 并不说我把你这个企业拿到手了 你这个企业就能创造出更多利润来 也许这个企业就成了一个完全亏损的了 这个本来挣钱的企业 到你手里不都变成亏损大户了 这个中共建政的多少年历史都非常清楚 所以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认为他是缺钱 但是他这样做的原因不是因为缺钱 就是因为他看不惯这些人 看不惯你们这么嚣张 这么霸道 就是跟我这个 跟我们这个先锋队 无产阶先锋队能平起平坐 你记得这个江时期的有一些那个县委的富豪 都不牛啊 打个电话是县委书记说来 PWC就过来了 对不对 实际上这个变化在胡温后期慢慢已经开始变了 就是权力越来越扩张 在90年代的时候 这个领导干部被称为老板 被他的下属称为老板 到了胡温后期 到了习近平时期 这个资本家 这些企业家被他们下属称为领导 包括 我说的 尤其是在那个餐厅里的非常清楚 餐厅里吃饭去了 过去的时候 那个行政官都被称为老板的 老板对对 完了服务员后来全改了 都改成领导了 所以这个就是 显出权力的在扩张 好 一分钟 一分钟 这个钱没钱 还不光是人民币这个钱 我说主要是外汇资产 就是中共真正可以动用的外汇资产 这点它没有了 这也没有了 但是这些外汇资产 也恰恰它是在国内发行人民币的一个基础 这些中国人们 中共印了那么多钱 钞票人民币 它确实有这些钱 但这些人民币它不值钱 并且这些很多都陷在房地产 这个巨大的池子里边 现在看来就是说 如果房地产市场一旦破灭的话 这些钱会出来 中共也控制这些钱 但是它控制不了这么多出来的时候 会导致通货膨胀失控 这个就会导致中国整个经济完全的崩溃 这个是中共害怕的 好 那么有关这个话题的讨论 我们就信心在这 我们就是今天第四个话题 我们再次感谢观众朋友的再次在线观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您收藏分享点赞 同时在线留言发表您自己对于这些话题的观感和想法 再次感谢谢田教授和郑继光先生 参加我们的这个节目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谢谢 谢谢主持人 谢谢听众 谢谢